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年 2月12日出生于肯塔基州哈丁县的一间小木屋里 父亲是托马斯林肯,Thomas Lincoln 母亲南希汉克斯,Nancy Hanks 他的父亲是木匠和农民 母亲是农民的女儿 小时候,林肯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的农场工作 帮助父亲做家务 并在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上学 1816年,林肯全家搬到印第安纳州 在一个叫使兵赛县的小镇定居 林肯的成长经历如何影响他的政治生涯 亚伯拉罕林肯,Lincoln 1809年2月12日 1865年4月15日 是一位美国律师、政治家和政治家 从1861年担任美国第16任总统 直至1865年被暗杀 宪政国家成立后 内战爆发 成功废除了奴隶制 加强了联邦政府 实现了美国经济的现代化 身为美国第16任总统 亚伯拉罕林肯在美国内战中扮演的角色 是保护国家作为一个宪政国家 成功废除奴隶制 加强联邦政府 并使美国经济现代化 为了保护国家作为一个宪政国家 内战爆发了 成功废除了奴隶制 加强了联邦政府 并使美国经济实现了现代化 林肯出生于肯塔基州 小木屋的贫困家庭 主要在印第安那州边境长大 林肯的总统任期 对废除奴隶制有何影响 亚伯拉罕林肯 林肯 1809年2月12日 1865年4月15日 是一位美国律师 政治家和政治家 从1861年担任美国第16任总统 直至1865年被暗杀 宪政国家成立后 内战爆发 成功废除了奴隶制 加强了联邦政府 实现了美国经济的现代化 林肯遇刺对国家有何影响 1865年4月14日 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遇刺身亡 这是一场震惊全国的悲剧 美国第16任总统遇刺 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短期或长期 林肯遇刺后 全国立即陷入哀悼之中